包括中国说谈别墅 说你买了个多少的豪宅 都是扯淡 为什么 别墅的核心 中国人讲究中国的这个 如果聊别墅是领先世界 那太多太多 因为中国玩的是什么 是院子 四合院 咱不说一定是四合院 中国的这个建筑的美学 首先是空间感 我得考虑我上午干嘛 中午干嘛 下午干嘛 分别这个环境来客人干嘛 对吧 然后我父母住哪 我兄弟住哪 我大老婆住哪 对吧 就是各个孩子住哪 长幼五序全部都要符合 这个就是 就是具体建筑的这些智慧在里面 所以现在动不动人有钱 就是我买了个别墅 就我住的别墅 这也算是个别墅 就这别墅 我跟你讲 谁买谁傻 谁傻的 那卧室 我一开始住进来没发现 住进来一个月以后 我突然发现 隔壁的卧室 跟我虽然是一强之隔 根本不隔音 就是隔壁大呼噜 我俩就能听见 非常明显 他跟他老婆说 不说悄悄话 他俩吵架 我俩就能听见 当然我特别奇怪一点 为什么 只能听见 他们打呼噜跟吵架 他们不干别的吗 就是没事 聊聊天交流一下 想咱俩 说说情话 他不干个事吗 我就不知道 我说我老特意去听 我说怎么就 除了打呼噜就吵架 我就跟你说 现在不是说 你拿钱买一个房子 你扔在这儿 说买了 这是个豪宅 这是什么 我说多少钱 他不符合这个价格呀 他配不上这个价格 中国为什么要管制房地产 我觉得必须要管制 太乱了 什么房子 再买几千万啊